哎呀,你輪轉天氣,風濕骨痛好辛苦呀 奶奶,我剛剛買了一個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凌晶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風濕骨痛啦 哇,這麼好嗎? 那就買多個分享給二婆吧 太空小凌晶,可以在陸創意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www.healthshop.com.hk 歡迎收聽原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 我是Della 今天會繼續和袁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醫療資訊 和最新的發現 讓你和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快樂的人生 Hello,袁醫生,你好 Della,大家好 我們上一集講過一些 Dr. Boland,他在臨床上治療肺炎 初期第一階段的情況 他20年的經驗 在Glaser的同類療法醫院 做一個他自己的臨床上的經驗 扎記 很有趣 剛剛聽到有個同事說 在網上有些消息 在洛杉磯時報報道 訪問一位在2013年 諾貝爾化學獲獎的一位科學家 這位科學家 訪問一下他現在對疫情的時候 他在2月中的時候 其實他已經做了 搜集了當時全世界患病的數字 他用一些大數據去做一個資料分析的時候 他預測其實這個疫情都很快會過的了 他還很仔細地預測到 中國確診有百萬多宗案情的人士 而死亡的人士的數字 他都預測到 其實到現在來說都很接近 也都說美國很快會過的了 跟著其他全世界的數字都是這樣 其實是不是很快會 就像這位科學家那樣的預測到 我們又可以大家鬆懈一下 其實我們都要繼續去尋求一些自救的辦法 其實這些資料就越來越多 這位諾貝爾科學家 他用了大數據分析 但他沒有解釋他為什麼 但我們都看到初步的感覺上 都好像是這樣的 現場出現了 其實中國都是這樣的 來勢洶洶 接著就自乎控制了 接著韓國又來勢洶洶 接著就很快又好像自乎控制了 你看看其他 意大利、伊朗 都是好像這樣的 他那個Bell Curve 就是升得很快的 但就很快跌 即是很窄的 不是一個很拖拖牆的慢慢來接望 來得很快 看現在意大利 意大利過了之後 現在好像西班人一樣 即是似乎那個疫情 真的是這樣 即是來勢洶洶突然爆發 即是急禮急虛 即是急禮又急虛 其實這些情況 其實在歷史上 其實都有的 即是都是所有的 所謂的疫情 都是會來 接著急禮 接著就慢慢消失 其實沒有一個例外 只是問題 它會拖多久呢 當然我們最怕的 就是1918年 1919年 它持續了十六個月 差不多經過三波 三浪 死的人都是五千多萬 所以那些人 其實我們的陰影 其實多數都是來自那裡 但我經常跟大家分享這個事實 其實當時我們是有一種很有效的方法 在美國已經有醫學上的 已經記錄了 就是那個同學療法 他們在1921年 有個醫生 Thomas Arthur McCain 就在當時的醫院搜集了很多個案 其中就是二萬四千宗 在當時的一般西醫院那裡的個案 發現他們的死亡率是28.2 也挺高的 但他在同學療法醫院搜集了二萬六千宗的個案 他的死亡率只不過是1.05% 也跟進去發現那些醫生說 其實很多病人本來都是不會死的 可能是零死亡率的 只不過他們之前先用一些西藥 都知道 後來我知道 其實那個問題就是西藥的問題 導致很多人死的 好了 你現在用這樣 用這個實在的數據 是28.2% 變成1.05% 即是 即是 二十八分之一 是 二十八分之一 這是實在的數據 是不能騙的數據 而當時那個疫情 是真的 遠遠嚴重 我現在多了 沒錯 那些人很多年輕的人 早上好地地 下午夜晚就走了 所以你看到 如果他是同學療法可以 能夠將當時的死亡 是 減了 是 我們看到 H1N1 2009年 是 美國 根本沒有人說 沒有人提 但世界上都死了很多人 但都覺得 都走了 記住 都是走了 所以 你看到 也有些新的資料 包括 有一份文章 在澳國的一個經濟學派提出來的 Maisers Maisers 一直是傾向自由主義的 其中有一位美國的法官 好像 Niapolitano 那個名字我不太記得了 他提倡 其實根本美國政府是沒有權這樣做的 即是有一個程序 根本完全沒有經過程序 以法官的立場來說 他根本是不合法的 他不可以這樣做的 但 姑且那個 最後法例怎樣 我們都不知道 很多公共衛生條例 很多時候 政府是有權做很多 很極端的手法 以一個公共衛生為名 好了 但經過 Maisers Institute 這是一個澳國的 很出名的經濟學派 他說我們根本都沒有好好估計過 疫情以這些封閉方法 做出來的經濟大損害 經濟的蕭條 很多人沒有工作 很多人可能是 未必是去到餓死的階段 至少我看到經濟方面 一受斷 那些人會多病 跟著死的人 可能會遠遠比疫情更多 所以他認為 根本是沒有理據 是不應該走這條路 但始終我們看到 全世界都是走這條路 其實我們經常指出 那個問題是 為何會走這條路 因為他始終不肯說真相 他經常在騙人 說這種病是沒有藥醫的 一向都是 雙方感冒 一向都是沒有藥醫 一向都是這樣的 雙方感冒 這麼久都是沒有藥醫的 但問題就是 死亡率 我經常說來講去 關鍵性就是 有沒有病有沒有藥醫 不是說因為沒有藥醫 要封閉 因為一向的病 雙方感冒 過去這麼多年 從來未試過有藥醫 關鍵就是死亡率 比較高了 高了大概10倍 本來0.1 現在早期說2% 但現在平均起來好像又多了一點 關鍵就是死亡率 但我經常告訴你 死亡率的原因就是 因為我用錯的方法醫治 而且歷史上 是有無數無數有效的方法可以醫治 包括中草藥在內 三次期間已經顯示了 鄧鐵道教授在廣州 處理了730宗的沙士病人 是零轉介 零死亡率 零感染的 這些成績 不是作出來的 是真真正正的 我肯定 今次 你看回那個情況 看回數據 武漢最初死了很多人 但之間似乎有受控制 其實我已經告訴你 其實原因就是中醫介入 果然這個資料真的出現了 有一位張伯黎 一位老中醫 所謂七十幾歲的老中醫 差不多在網上都說出發生什麼事 早期他們不讓中醫去 他認為中醫是沒有辦法醫治的 沒有科學證實過的 但奇怪得來 他們用了這藥都是沒有科學證實的 為什麼要用呢 博明在這裏試呢 找病人來試呢 結果張伯黎幾個團體 用了中醫的方法 幸好是中央政府下命令的 我也跟大家說過 過幾月之前 有位大陸的朋友 有位朋友 都邀請我 將寫一個建議書 都是會給人大和那個 中央政府那方面的 政協那方面的 我都寫到的 其實我的論證很簡單 其實講來講去 那個死亡率 我告訴你 如果有一種方法 令到死亡率接近零的時候 問題就即時解決了 這個我當時講的 我已經提了三個工具 我第一個就是中藥已經證實了 第二跟它療法 歷史上看回數據 無數的疫症跟它療法的療效 是遠遠多過好過西藥很多很多的 還有一件事就是光療 光療這個資料 當然不是很多人認識的 但光療這件事 也是對這些非典原廢型的資料 效果是百分之一百的 用回這些方法 就什麼事都解決了 需要這麼大的陣仗 整個社會 整個崩潰 整個地球崩潰 好了 現在看到 現在那個問題 由上面壓下來的處理方法 要怎樣去抗衡它 其實我們要由下面 我們基層 其實基層 我們第一 保護自己先 至少保護自己的生命 雖然百分之八十都是很輕正的 保護一般感冒 也記住 我相信絕大部的人 是接觸了所謂冠狀病毒 是沒有症狀的 是不需要有症狀的 在網上前一陣子我們都見到一個 有新確診三十幾個 然後他提出有一百三十幾位 是確診但沒有症狀的 其實告訴你什麼呢 其實根本上這些任何的病 感冒、傷風等 其實身體有抵抗力的 不要經常想著 死就死了 沒有藥衣 等於一種就是死了 全部是錯誤的錯誤 這些恐懼都是基於無知的錯誤 事實告訴你 其實大部份人 只要將免疫能力加強之後 你根本是百病不侵的 他不會入得到你的身體 也有資料看到 原來1918年 當時有屬過研究 當時這麼嚴厲的疫情之下 已經有些研究 用一些有病的病人 是關於一些沒有病的人 走在一起 健康的人 健康的人 就算接觸了那些有病的病人 完全是不會感染得到的 其實我可以說 不是感染不到 是感染得到的 但是感染得到 不是代表你會生病 你身體可以對付的 他做的有一個研究 是當時的 做一些馬 將病的馬 用布袋蓋住頭 然後他的口水、鼻涕、鼻涕 都噴了 然後就拿回去 蓋在另外一個馬匹那裡 健康的馬匹 發現是傳染不到的 這些資料包都有的 傳不傳染到其實有很多因素 有些是一種感染性 現在我們看到 最近說 這次男性的中招死亡 是女性比較多 只有八對二 八十個百分之男性 為什麼呢 其實很多時候 在同學療法 也經常有一種解釋 其實我們叫做一種感染度 susceptability 有些人是對某種病態的頻率 是容易感染的 有些是沒有的 你沒有你就感染不了 我們都看到 也曾經有一個觀察的現象 有些精神病院的病人 譬如有一個死診裡面 有一個疫症就經過死診 還數這個死診 很多人病到 但是精神病院的病人 反而是沒事的 沒有中招 解釋就是 你的身體很有趣 你的身體對付病是某一個頻率的 如果你頻率吸引不了 是沒事的 就不會 好了 可以看到 現在印度有位小孩 有預測的 預測疫情會怎樣 它用什麼方法呢 就是用星座 星座的排位 是 星座當然有一個電磁長波 這個是會影響我們的人類 所以很多疫症都發現 跟我們的電磁長波有直接關係 也有些資料顯示 過去很多這樣的流感 是大型的流感 其實跟太陽的電磁長波 那個電磁風暴 就是magnetic storm 是有關係的 也開始有人說到 其實我們現在的問題 人類很多的疫症 都是我們現在的 我們科技的出現 比如很多早期第一次發生的大戰 因為我們那個電話 那個電報出現 Telegraph 變成我們空間裏面 很多這些電磁長波出現 也開始有人這樣說 這次的疫症 都可能跟5G的科技有關 有些地方 5G剛剛開始想出現的時候 這些電磁長波 也會侵擾我們身體的細胞 令我們身體細胞容易受到感染 這些解釋其實是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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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論如何都好 在作為一個每一個人 個體護 其實我們最緊要就是要 自己想辦法 因為說明了 真的爆發起來 根本是沒有國家的醫療 這個設施 是足夠能夠處理得到的 所以最後最初 都是我們自力更新 都是我自己想 自己想辦法 我認為 地球上的健康人類的問題 肯定最終最終都要自力更新 自己想辦法 不是靠那個制度之下 來幫我們處理得到的 好了 我們上一集 最近講了一集 我們介紹 Dr. Douglas Bowling 二十年醫療肺炎的經驗 他是英國的 當然Dr. Bowling 是祖賢的同學療法 祖賢在全世界 同學療法是曾經很盛行的 在英國也是 你看到英國王室一直推揚同學療法 英國王子因此被人 來取笑他、抓住他 其實人類的事 我告訴你很多問題 是死於愚昧 死於愚昧 雖以無知 好了 我們跟大家分享一些新的事實 今次我們繼續 跟大家介紹 同學療法 Dr. Douglas Bowling 是當時二十年來 是用過不同的療劑 他跟嘉嘉分享 他當時是用什麼療劑 多謝賢醫生 剛才跟我們分析了一些 各方面 世界上的疫情 有不同人的預測 在不同的角度 去看疫情 最終我們最主要 都是要有自己 保護自己的能力 好了 待會回來 我們繼續今天的自然療法與你 我們今天的題目就是 《肺炎的同類療法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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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就要考慮以下這四個療劑 他介紹的第一個療劑 就是白蛇根 英文叫做 《肺炎的同類療法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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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E-L-I-D-O-N-I-U-M Chaladonium 它各个其实是视乎不同的气候 是一个温和一点的气候 Brownia白射根就容易出现 而轮容易出现是气候比较冷的地方 所以有时候病情都是视乎季节和不同的严分 有不同的症状会出现 第四先介绍Brownia Brownia可以这么说是最常用的 如果大家什么都不懂 只记得Brownia这个疗剂 就是白射根 这个可以说是最常用的对付肺炎的疗剂 好了 通常那个症状可以说 白射根的症状是慢慢出现的 不是很大声就快出现了 通常你会发现病人会跟他说 最近过去一两天左右 有些人都不太坏的感觉 他好像病了 突然之间有一天早上他就觉得 哇 突然之间真的是病毒 就是他酝酿了两三天 可能一早上起床 就觉得他人的头都脏了 他早上发冷症 发到僵硬的冻 然后到下午 开始体温就会提升 通常来到我们的诊所 医院那里 他可能已经发了烧 起码24小时 那你见到一个 那个白射根的病人 那个肺炎的病人 你都见到他 那个样子就好像 他人好像冲血的 他人就好像很重重那种 好像很纷纷想睡觉的样子的 那个面部是昏暗的 那个病人是感觉很热 那通常他有一种 就是又热又又又又湿的那种汗 但是他不是大量流汗 他只不过皮肤呢 感觉是又热 有少少有少少湿的 那通常就是到24小时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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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之后 你开始整个四肢都开始暗淡的那种的感觉 那个嘴唇就开始变得暗淡 而且很快又干又开始裂 整个样子的嘴唇就好像一种脏脏的那种 就是一种爆爆的那种脏脏的感觉 好了,那病人很多时候就告诉你 他那个前压痛都很厉害的 痛到就是慢慢去到那个眼部 那样,还有很重 就是他那种不适的那种重的感觉 未必还是痛的那种很重的那样 还有任何他动动 任何用力 譬如说话,坐起床 都觉得直接会痛起来的 好了,那之后你也看到 这个白蛇根那种头痛 他就不可以坐起床 一坐起床就觉得很厉害 而且坐起床之后不单止痛 他会觉得稳稳的那样 有点稳稳的那种感觉 好了,那你看看那个舌胎 那个舌 那你也看到他有一种口口 即是有口又重的白 但是舌本身是干的 他胎是厚厚白白 但是舌本身是干的 那么他就发现他会觉得 那个口就很干 而且那个病人是很口渴的 那有时候他告诉你 他有点微苦的感觉 那么喜欢喝大量的冻水 那你要小心 那个病人本身就很口渴喝很多水的 但是如果你真的被他喝大量的水 他喝到他,他会觉得更加不适的 所以都要在照顾这些病的时候 要小心一点 水分都要不要过量的 好了,他情绪状态是怎样的呢 你要看看 那个病人呢 你看上去就好像聚聚的 温温沉沉沉沉沉沉 而且他是很不喜欢有任何干扰的 他有什么,帮他搞什么 动动啊,或者叫他转身啊 受检查呢 他会觉得很不喜欢的 那也很不喜欢跟人聊天 任何的谈话呢 都会令到他们更加不安 更加不舒服的 那皮肤又会差啦 又很难满足的了 那有时候呢 你叫他要什么 你给他,他又未必喜欢的 那总之呢 他人是很敏陈的 很不安 很不开心 很不舒服的 那这些情况之下呢 通常就不要被人探望他 不要被人探望他 因为他本来好地地 如果有人探望他 突然之间他又会变差一些的 那个温度又可能提升了 那麦菇又高了一些 那所以尽量都不要去探望他 那但是呢 白石根的病人呢 虽然病的时候呢 他很多时候呢 还很惯着那些公司的工作 就是可能会继续想想 继续说一下 那如果你真的说的时候 你要有公司派个人和他做回报呢 其实呢 对他的病情是一点都没有什么帮助的 那所以尽量是避免的 肺那方面的感应呢 通常是右边多过左边 但不是全部一定是右边的肺炎 有时候都会左边 但右边呢 是倾向比较多些的 好了 那做完呢 那个白石根的肺炎呢 是属于一种叫做 那个肺膜性的肺炎 Plural Eumonia 肺膜性的肺炎呢 是多过是直接就那种的 就是直接的肺炎的 那什么肺膜性的肺炎呢 通常呢 他会有一种很尖锐的肺膜的痛 就是你知道了 肺膜呢 那个就是你呼吸的时候呢 你会动动的嘛 通常呢 在体肺膜的时候呢 肺膜是会动动的 是引起很尖锐的痛的 那通常呢 就是我曾经说呢 就是如果 如果 可能是右边的 当然是右边的肺炎 但是呢 那个病人呢 是喜欢躺在那个 就是压着那个痛的部位的 那就是譬如他右边的肺炎呢 那他就会躺在右边的肺炎 万一你照X光的肺炎 似乎是右边多的 那他就会躺在右边 会觉得舒服一些的 那么好了 在咳那方面呢 那你知道呢 他的咳呢 就是真的了 在咳呢 是引起很劇烈的胸痛的 OK 那你看到病人呢 就坐了起床 就是 会掩住那个胸口 拿手掩住胸口呢 当他咳的时候 因为他不想胸口呢 因为他胸口咳的时候 是很痛的 那所以你会发现呢 他起床得来呢 拿手按住胸口呢 是不想咳的 那有时候呢 有些人觉得呢 拿些东西包住他 就是 就是绑住胸口呢 就会更加会舒服一些 那这样 但是这个呢 很明显呢 就是他有一种肺膜性的 胸膜性的肺炎了 那他呼吸方面呢 通常呢 都是很短促啦 因为大口呼吸呢 你的肺膜 就会动得很厉害 就更加痛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呢 他通常是右短的 是一种喘的那种咳 还有呢 是很浅的咳 因为大量的 移动的肺胸呢 就会令到肺膜更加厉害的 那所以你可以看到呢 这个病人通常都是这样的 他人坐了起床 是按住个胸后 那那个呼吸呢 又短促的 又短又有成的 那喉咙方面呢 你看到呢 就当然喉咙也有一种刺激的 那还有呢 有时候呢 会看到一些喉咙沙沙的 那如果当这些这样的肺炎呢 就是发展到第四、第五、第六日的时候呢 那病人当然出现了很多 就是毒素会多了一些 那人好像吃了药呢 那人温温沉沉的那样 那种这样的现象 好了 那间到呢 你会见到 有些情况呢 病人很焦虑 OK 焦虑得来呢 他会觉得是不安的 因为我曾经所说呢 那个白鸿尼的那个 白鸿尼的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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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鸿尼的那个症型呢 他是不想动的 因为他会动的 但是有时候呢 你会见到他呢 就好像很不安地动动的 所以你要搞清楚一下 就是你问清楚呢 他当时呢 他为什么 他想动还是不想动 那么动是不舒服呢 有时候呢 你那个白鸿尼的那些病人的症型呢 他呢 你看到他是动的 但不是代表动是舒服的 动它是令到很痛的 但是他也是很不安的 是 L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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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要搞清楚一下 好了 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症状呢 那个分辨呢 你是热血的人来的 他觉得是很热的 在热的环境就很不舒服的 所以如果这间房间是痛Take 太暖呢 它会令他咳得更加烂 那所以他喜欢一些是暖一点的 有空气流通的房间 OK 白蛇根可以这样说是最常见的肺炎疗剂 通常在春天春季比较温和的气候会出现多于冬天的天气 所以记住如果大家在我们介绍这个疗剂里面 什么都记不住 或者到时可能乱了之后不知用哪一种 大家留意在温一温白蛇根是基本上最常用的 接着介绍第二种常用的疗剂 这个是什么?是伦phosphorus 这是第二种常用的 通常轮的肺炎出发是比较快 比较快一点 通常病人会说 他多累了半日 24小时 他人有点不舒服 很累 接着去一个冷的环境 就涉不涉到 然后突然觉得胸口很压迫 很紧的 同时 他当晚立刻觉得发烧 有些肝咳 亦都看到有少少喉咙 或者失了声 但是那种胸口的压迫和紧 是会加强了 这个很多时候 是你看到轮型的发展 那个情况 OK 他那个呼吸方面 好像是执着执着 执着执着 执着执着 来到咳 因为他发现咳得很辛苦 好了 那样子会怎么样呢? 那轮延人的样子 通常觉得它是鲜红少少的 泛红也是鲜红少少 而那个白蛇巾是比较暗色一点 暗淡 所以你看到一种泛红的现象 如果病人也没有发发青那种感觉 那个皮肤表面是很热 有少少濕濕的 但是就没有好像白蛇巾那么濕 OK 通常他就很累 也都好像很想睡睡 但是就没有白蛇巾 那么温温的 不想躺躺在这里 他比较上清顺一点 但是同时他的神态 比较紧张一点 很焦虑、很紧张 但最重要的是 我们看到 他们肺的感觉 即是觉得透气 是很明显出现了压迫的感觉 OK 反而白蛇巾 透气觉得有些困难 有些困难 但是他就不会像轮 很明显觉得透气 是很明显出现了的问题 好了 还有你看到 轮型的人有时候 病人会有些手手震震 可能手震震 面部有些抽缩的症状 或者看到鼻孽 也有些抽缩的感觉 在咳方面 当然轮型肺炎的咳 是很辛苦的 很扯扯咳的 很辛苦辛苦的 而且他发现咳得来 因为他觉得那个胸口 就有一种损了 和一种烧的那种不适 热的那种不适 好了 那舌头 舌头方面 你看到什么呢 他看到通常是干 红 OK 有少少肿胀 通常是第三 第四日的时候 开始有少少白 开始白白黄黄 最重要 轮型的人 通常是很极口渴 在口渴 他最需要什么呢 他就说 喜欢喝冰喝的 喜欢喝冰喝 或者喝一些 有些juicy的 有些好吃的饮品 总之 他们的要求 都是喝冰喝 好了 那你看看 轮型肺炎的病 那个体胃 体态是怎么样呢 好了 通常呢 他们喜欢坐起身 坐起身来 发现 他很多时候 把下巴向高 头向后放 OK 这是一个很典型的 轮型病人的体态 当时那种不适 你会看到 他坐起身 下巴向上 头向上 这种 是一个轮型的体型 轮型 通常是比较冷的 他觉得冷的 任何风吹 都会令到他 会咳得更加厉害的 好了 在心态方面 轮型的人 病的时候 就不喜欢一个人 都要求他 陪伴他好些 他会觉得舒服些 通常呢 他要你陪伴他 就不是只要你在房间 坐在旁边陪伴他 他只要他拖着他的手 他觉得老人家会这样 小孩子出现 都会看到 在痰液方面 轮型的痰液 是早期 因为他主要是肝咳 痰比较少些 到第三日 开始痰多了 有看到 有一种鲜红的血丝 在痰那里 会看到的 到第四日 鲜红的痕 那些血痕 就开始暗些 慢慢慢慢 开始变成瘦色 我典型的 就是铁瘦色 OK 在那个 那个白射根那里 就比较上 就那个口液 是比较黏一点的 所以他挺难套的 通常呢 你会只是看到他 就是在嘴角掛在那里 那在那个 轮的 椭液里面 那就比较 是水分多一点 这样 但是呢 虽然不是很多 但是因为比较稀 一些 水分多一点 所以容易容易 会容易掏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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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好了 在那个体温方面 还有那个蜜薄方面 那两样呢 都是很难分辨得到的 那可能呢 那个那个体温呢 那个发烧呢 在轮那里比较 比较高一点 OK 那 还有呢 那个蜜薄呢 可能是比较 是红满一点的 比较肤一点的 那样都像轮了的 现在大家都银匆上都很常用的 我们稍后回来继续今天的自然疗法与力 今天的题目就是肺炎的同类疗法之宜 欢迎回来第三节原网台的自然疗法与力 继续今天的题目就是肺炎的同类疗法之宜 现在先帮你介绍了两个 就是保尼油白食根和Foxray的栗 麻烦你再帮我介绍其他两个 我也补充一点关于轮 因为我过去几年教了很多学生 有时候学生通常都会大家回报一下 大家温摘一下他的经验 其中一个学生我记得很好的 他说他自己的爸爸有一次有肺炎 你知道现在的肺炎是一个很大的杀手 很多老人家进了医院之外 没多久就变了肺炎 接着就过了身 其实是很多次的 所以进了医院之后 你拆掉喉 本来没有事的人 你拆喉杀得久了 都是出现肺炎的问题 这个学生当然上了我读后 他就告诉你 他有一次他爸爸出现肺炎症状 他就立刻用轮疗疗疗疗疗疗 他立刻一天就好了 就不用进医院了 所以你看到 同学療法的好处就是这样 是谁人都可以用得到的 你不需要有一个很深的 深躁的医术 你懂得用的 在中药方面 我觉得都是慢慢一步一步的 就是由最浅 你会应用得一般的情况 但到开始复杂起来 你就是一般的人 一般不是振振先生 是受个尊业分 你是做不到的 但同学療法的好处就不是的 同学療法的好处就是说 总之你知道哪一只对 那么你就用就可以了 无论他的病是れない 有一个好像造成真人的那种 他在中药患 speed 结果他用了医癌 下一次几个星期见过后,它都会痊愈 所以我经常很强调中药、草药、自然医药的工具 当然是好的,但在比较同样的疗法来说 同样的疗法是Elegant,就是很精简的 Elegant,如果在我们女士里,就是很优美 就是一个很瀟灑的医疗 我觉得这个真真正正的,我自己虽然有四科的医疗 当然每一个医疗我学到之后,在适当的情况下我都会用 有时候我的病人会用尺角神经科的方法 中药我就比较很少用,因为始终香港中医真的很多 很多病人都用过了,所以我这么多种医疗 我始终是极力推药同类疗法 最有机会,从基层大家学了之后,改善自己的健康 这是最有机会解决人类的健康问题 大众都开始认识和懂得自己用同类疗法 很多东西都是这样的,你早期遇到问题 即时搞定了,就不会变得很严重的问题 要去急症收医,其实今天也是治不到的 每天进入急症收医,也是一样治不到的 不过他们是做一些事情,好过什么都不做 好了,这次我跟大家介绍第三种 第三种是Varagement Variety 是美洲泥露 因为同类疗法,有另一个疗法是Varagement Album 是比较常用的 但现在讲这种不是Varagement Album 而是Varagement Variety 没有那么普遍用 但是在这里,对这个肺炎是一个很好的 这个是Varagement Variety 翻译叫做六,六泥露 和八泥露有点不同 是六泥露,Varagement Variety 是六的意思 好了,那 好了,那这个疗剂的出现 就和那个轮都差不多 这个速度 但是没有轮压迫的那种感觉 空抱压迫的那种感觉 但是,通常你会看到 它的体温是升得快一点的 比较多一点,可能去到105度 你讲讲华士 你可以看到,和轮的面色都有一些不同 OK 大家都是一种冲血冲胀的那种感觉 那种感觉,面都是红的 但是呢,那个六泥露 那个给你的感觉,比较上 就是青一点的 就是有一种铁青的感觉 而轮比较看到,比较纤红一点 好了,那还有呢 那个六泥露呢 他会感觉,他的那个脈搏很强 很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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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觉得他的心跳得很厉害 好像他的心跳出胸膛的那样 那个脈搏都是红壮 OK 还有呢,很多时候呢 那个病人呢 是 那个脈搏很脏的 有一种很浮脏的那种的感觉 好了,那 在那个神态方面呢 有时候有种神分尖语那种 可能很快会出现的 瘟瘟瘟瘟瘟瘟 神分之软 那他们呢 有时候呢 那个神智不清呢 就好像觉得自己有些幻觉 有些看到鬼怪的面孔啊 有些惊恐的 那他好像看到一些恐怖的东西 那还可以看到呢 他们的瞳孔呢 通常都是好像脏了 就是扩张了 好像那个蝶器 以前我说的蝶器一样的 OK 好了 那但是呢 那个六泥露呢 是比较青一点 OK 还有呢 记住呢 他是出汗出得多些 很多很大汗的 那些寒珠 很大地流流流流流流流落 那这个呢 那这个呢 那虽然呢 出大汗啦 但是发现呢 体温都没有因此降的 那通常我也知道 一汗一出 就汗 那个温度会跌 是的 好了 六泥露的病人呢 通常呢 就是很口渴的 OK 那还有呢 可喝得来呢 他有一种感觉 一种作呕作闷的那种的感觉 那还有一个很有趣的情况呢 有时候你可能会遇到这个呢 六泥露呢 他感觉呢 他吃的那些东西呢 有一种甜甜的那种感觉 嗯 有一种很不舒服的那种甜味 在那个 在那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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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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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 那 有了 的 一些 一些 外 另一种呢 就是呢 就有个很厚的胎 而中间呢 有一条 红的狠 那 这个是一个好 典型的 就是 你看到这个 很重要了 那 如果你一种的 看到个肺炎呢 发烧化得很高,蜜薄红壮 整个人出汗也很厉害,有口汗 还有看到蝎有一个红色的痕在蝎的中间 基本上这个就是一个绿泥炉的阵营 基本上用这个疗剂也不会怎么错 我们知道白蛇羹的病人通常不喜欢坐起床 因为坐起床觉得安稳等等,所以也不想移动 绿泥露通常都是有一种不喜欢坐起床 因为坐起床会令他的情况更差 但这个病人不是因为坐起床会觉得暈 他只不过觉得他坐起床的视觉好像暗了 好像突然之间视力好像弱了一弱 所以他就宁愿不喜欢坐起床 白蛇羹不喜欢坐起床,因为觉得会暈暈的感觉 而绿泥露坐起床觉得视力好像阴暗了 同时大家的瞳孔也很胀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也比较怕光 因为瞳孔扩张了 好,妥忆方面 绿泥露差不多是介乎轮和白蛇羹之间 也不像轮的鲜红 也不像白蛇羹那么暗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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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有点黏黏 而且肺里咳咳咳的时候 也会痛 但也不像白蛇羹那么暗淡 也不像轮燒那种感觉 大家小心点去留意一下 其实每个疗孔有独特的症状 好,最后就讲到另外一种 这个是什么疗孔呢? 这个就是赤特冬念 赤特冬念 我们叫做白屈草 赤特冬念 好了,白屈草的阵型 这种疗孔呢 通常会在什么情况下 有机会用得到呢? 譬如你觉得病人 应该好像是白蛇羹 好像白蛇羹 但发现不行 用了之后都不行 那你很可能 你可能要开始 去考虑白屈草 因为它两方面 两方面很相似的 而且痛的症痛也很相似的 那白屈草也是一种 这方面大家很相似的 就是人好像不是很妥当的感觉 初初的时候 跟着就没有胃口 那通常呢 就是慢慢的 就是变化了 那个肺炎 会出现的 那在样子方面 表面 那个白屈草 都是一种暗的 分暗的那种的症状 那跟那个白蛇羹很相似的 那 那 还有呢 那个白蛇羹呢 它分暗得来 有少少青的 但是呢 白屈草呢 是有少少带黄的 记住 一种黄的 看起来好像面色有少少 好像有些黄胆那种 的感觉 那所以呢 所以 你可以看到呢 在黄的底里面 就看到白红 OK 那还有呢 那个身体的影响的位置呢 是比较 右边多过左边 那 你可以看到呢 在右边呢 泛红是比较多过左边的 好了 精神状态有什么特色呢 那 那么白屈草呢 也都是呢 那个人是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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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臭的,像干火城那种,很臭的 而且是很敏症,很容易骂人 这个就是干火城,因为白蛇根是处理干的问题 很主要的一个疗剂 还有影响部位,都是右边多一点 我们的肝都在身体右边 还有白蛇根那种痛,是很有趣的 白蛇根那种痛,通常是在胸后 慢慢走到隔底,或者穿过背 但白屈草,冬年那种痛,通常是向前 然后向右,然后去到右边的隔骨 尤其是在隔骨的尖下面,有一种尖锐的痛 这是一个很典型的白蛇草的症状 尤其是在肝炎的情况之后,这是很典型的情况 好,看看蜇,蜇的表面是 白蛇根是比较青白一些 而白屈草是比较黄一些 白屈草通常是和黄胆是很相似的 那么,那个痰呢,都是比较多一些 那么,也不是那么难去吐出来的 那么,白屈草还有一样东西呢 喝东西方面呢,我们知道呢 那个白屈草是喜欢喝冬东西的,对不对? 但是呢,卓尼东年那种白屈草是喜欢喝暖水的 嗯,喜欢喝暖水的 那么,看胃方面呢,有点不同的 那个白蛇根呢,喜欢躺在受影响的部位 即是右边痛,他就喜欢压住右边,压住它 那么,如果那个白屈草呢 是喜欢坐起来,就向前倾的 OK? 那么,他通常呢,大家都不想动的了,OK? 比如,Bronia呢,你看到他呢 他就躺在右边,感住的 因为右边痛的,对不对? 但是那个,卓尼东年呢,就不是的 他就喜欢坐起来,就向前挨的,向前倾的 好了,那么,有时候呢 这些疗疗疗会很有趣,有些时间的因素 什么时间会最差呢? 那么,白屈草呢,通常呢 是黄昏,即黄昏夜晚九点钟比较差的 而白屈草呢,卓尼东年有两个时段比较差的 一个呢,是下午四点钟 另一个时候呢,是凌晨四点钟 这两个的时段来的了 这个就是大家分辨的地方,OK? 所以,在那个真的出现那个肺炎呢 大家可以考虑这四个疗疗疗 最常用呢,就是Bronia 那个白蛇根 第二上用呢,是鱗 鱗呢,就是那个phosphorus 那第三个疗疗疗,大家可以认识的 因为要用起来都会用的了 是那个Varation Variety呢,是绿黎露 和那个白屈草,Cheredonia OK?那这一次呢,就和大家介绍了这几个疗疗疗 好了,那有些人呢,就会问 那我们怎么用疗疗疗呢? 是...是... 就是到时真的有时的时候呢 那我买到疗疗疗,那买什么分能呢? 在这个肺炎那里呢 我通常呢,都是觉得呢 高的分能比较好些 例如你要买到30用30,买到200,买到200 买到1M、10M 都可以考虑的 在應用方面的用藥 通常我們早期出現這個症狀 大概可以每兩個小時使用 其實正確的用法就是需要時使用 譬如你覺得有個病人有這個症狀 剛才所說的症狀出現了 很明顯是一個肺炎 你就給他一個療劑 你選了一個療劑給他吃 你給他一個療劑之後 吃了劑之後就去觀察它 他有機會他可能就立即舒服了 兩個小時之後就覺得好像停留了 沒有再繼續好 你就再給他一劑 我們的Dr.Bolland經驗 通常六劑就搞定了 每兩個小時 兩個小時 兩個小時 到最後可能每四個小時 用幾次 用三次 通常他二十年經驗 十劑左右就搞定了 所以遇到那個所謂肺炎 其實不用怕 有些很好的工具 這是Dr.Bolland的二十年的經驗 跟大家分享了 好的 謝謝袁醫生 在上一輯的時候 我們就說了初起的時候 這次這一輯 這四個療劑 應該就是沒有上一次那四個療劑 一來的時候就已經立即察覺到 或者可能有時候就沒有那麼容易 通常已經是經過了二十四小時 可能你回想一下 其實昨天或者前一兩天的時候 就開始覺得有一點點不適 這樣就可以考慮今天這四個 不同的整形的療劑 和療法有一個特點 剛才好像袁醫生這樣說過 它很有效之餘 其實是一個能量的醫療 它將所有藥和物質 稀釋稀釋到只有能量 所以某程度上 服用是非常安全的 大家的聽眾 希望可以了解到的時候 亦都不需要很擔心 因為好像今天這樣說 四隻療劑的時候 都有一些相同之處 但亦都有獨特之處 可能有時候 大家未夠經驗 未必可以說是 真是一下子就可以找到正確的時候 都不需要擔心的 你可以將這個情況之後 再可以和袁醫生 在一個分享的電話上面 做一個會診等等 就可以更加顧固到大家用的療劑 是正確還是不正確 分享了Dr.Bolin的二十年的經驗上面 可能在二十四小時之內已經痊癒 或者最低限度一定是受控制了 不會再深化下去了 今天的分享時間都差不多了 多謝袁醫生和我們今天的分享 如果各位有急切性的問題 可以打以下這個電話 和袁醫生做一個會診 電話號碼是25773798 而在海外的聽眾 也可以透過Skype 和袁醫生做一個網上的會診 可以E-mail到 cs.naturalhealing.com.hk 如果想重溫我們的節目 可以上我們的網址 三個W.S-O-U-R-C-E-W-A-D-I-O.com 又或者上YouTube審診我們的節目 自然療法 就可以聽回了 謝謝你 袁醫生 拜拜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如果聽眾想購買今集 袁醫生所提及的產品 可以打去陸創意健康店 電話號碼是28824848 又或者可以瀏覽陸創意健康店的網址 www.helthshop.com.hk www.helthshop.com